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发问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远行文 远行文是非常利于外出闯荡发展的 或者是做外貌 出差之类的这种工作比较多 这种金型的人,金型的手掌 性格刚直,办事干练 聪明能干,头脑灵活 是做事业的将才 但是呢,你比较固执,倔强 容易犯小人 财功饱满,说明财运比较旺 不论工作还是创业 财运都是不错的 手上还有一些异性文 容易犯烂桃花,影响婚姻、姻缘 这是一个 我们看这个右手锁链文比较重 说明了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成熟度不够 再就是这个魄力不足 闯进不足 做事容易一些 有一些依赖性 所以初期得运比较晚 那么男人右手是看运的 三十岁之前发展不够理想 左手如果是双天 这个双地文的话 说明啊 这个命局比较硬 可亲人 需要外出闯荡发展 所以说刚好啊 要早点出去闯荡 磨练磨练自己 这是左右两手综合来看 这个就是事业线的 有多条事业线的这种手向 是非常不错的 能够在多个行业里面发展 每个行业都能取得不错的成就 同时呢 事业线不仅代表工作能力 而且还代表着自己的财运 如果是有这种手向的话 命中啊 财运是非常不错的 感谢观看